谁都知道三千年的胡杨 生而不死一千年 死而不倒一千年 倒而不朽一千年 但是真正它为什么会做到这些三个不倒呢 很多人都真的是不知道 只是说都是胡杨精神 其实在我这个胡杨墙上就能体现 真正的就是沙漠里面的胡杨 它确实是这样的 这前面的三个 就是我们路边上最普通的胡杨 这三个呢是沙漠里面的胡杨 它的纹路是不一样的 这三个呢是三个树枝 在那个碱水碱图面长的胡杨 它就会长这个树柳子 它每一个树柳子都有一个小孔 是拿来排碱的 我叫张磊 在乌龙齐学的喷饪专业 但是我对刻花特别感兴趣 上班了以后 就是一直在做这个雕花呀 2001年同市的西餐方面的黄油雕呀 接触了本版雕刻 还有一些仿旧处理方面的 因为我也接触过这个树枝雕刻 树枝工艺品 然后那时候已经就有了这个 做旅游纪念品的冲动 2009年来到了玉立县 那时候就是胡杨树根这块 就是相对来说还可以 找了两个 然后做了个茶桌 大家的反应都挺好的 因为胡杨的木质 颜色都特别好 然后就开始做这个 胡杨的手工之类的一些东西 2012年有一个全国旅游纪念品设计大赛 我们很荣幸地就拿了个三等奖 胡杨它特别能代表 咱们新疆的一些文化元素 每一件胡杨都有自己的灵魂 我们每次就是我们自己在做胡杨 就是树根啊这样的时候 想不好的时候我们都不动手的 好的东西应该是顺其自然的 这就是我对胡杨木雕的一个认知吧 这颗胡杨自高四米 然后它最宽的地方是两米六 它的自重在八百公斤到一吨左右 整个成龙的造型 那个葫芦是自带的 这个树有两千年的历史 我在做这个胡杨的时候 就是从早晨到晚上 有时候一个好的想法出来了 就晚上起来就开始就继续做 这东西其实就是爱好它 就是这样的 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份执着的心嘛 我就是有那颗执着的心 要不我这手工做了这么多年 不是爱好这东西 我可能坚持不下来 就是说我们现在 就是说想通过这个旅游纪念品 让更多的就是国内外游客 都能了解我们新疆 然后把这个胡杨文化 了解得更深 更透彻 我今天就会让你感到这个胡杨文化 跟你感到这个胡杨文化 我今天就会让你感到这个胡杨文化 我今天就会让你感到这个胡杨文化